台湾人非常的佩服日本人 那你们就学到位一点 是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日本的就是工匠精神制造的产品 很厉害 虽然说最近吧 日本制造因为遭遇了什么神户钢铁 造假事件 口碑一落千丈 不过 对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这不是就在前不久 英国的铁路公司 专门花了57亿英镑 购买了日本日立公司 日立公司很有名啊 Hitachi啊什么之类的 对生产的全新的高铁列车 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运载能力和服务质量 然后呢就在昨天10月16日 就是这趟车呢 从英国的布里斯多 然后开往这个伦敦的首次运行 大家看一下 就是日本日立公司造的这个高铁 哎你别说确实 看上去相当的高大上 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 很不错呦 对啊 然后就愉快的开始那个收发了 但是呢 本来计划早上6点发车 结果迟到了25分钟发车 嗯 后来路上状况不断 结果导致延误了41分钟到站 你要知道我国高铁 好像什么25分钟41分钟 这都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厉害的是什么呢 是在在行驶过程之中 什么问题呢 它开始下雨了 说由于这个空调的问题吧 它那车厢里边直接就开始发洪灾了 哇 开始往下浇水 啊 这高铁高级啊 对 然后大家看 对 就跟个水连洞似的 就就哗 就是淌水 所以呢 就是等于是 不太想洗澡的旅客 只好都纷纷的站起来 对 场面一时之间呢 可以说相当的尴尬 对 本来是坐票 直接变成了站票了 就这个样子哦 哎 哎 最后呢 只能是拉起了这个 警戒线 哎呀 著名的日本的日历公司 生产的高大上的高铁列车 怎么这样 怎么跟个水连洞似的 这怎么不科学 这真是假事呢 我们还是对吧 看看视频 看看真相究竟如何 我实际上是在那里的车 这早上 连续和水连洞 意识到 这不是我们希望和认识的准备 我们会做得更好 我们对不起 哎 你看 这个呢 就是日历公司 在欧洲的一位总监 其实呢 看起来是个 对吧 英国人之类的 你看 他这个就学的 就比较讲究什么的 就真诚道歉 我们真诚道歉 我们觉得 我们一贯是高水平 没想到会出这事 对 说的理直气壮的 你知道 他应该在学学日本人 还有更高级的一招 什么呢 你还使劲鞠躬啊 对 就是那个 对 来个大鞠躬 啊 这个就像神户治刚 这次篡改数据 出来之后 反正刚已经迈出去了 但是我们就鞠躬了 我们道歉了 对 真诚道歉 绝不修改 就就可以了 对啊 这个就是 日本工匠精神 日本工匠精神 表现在可以用来山寨圣火 也表现在 每次做错之后 就是90度的鞠躬 但是坚决不改 我也是佩服 所以我不由得想到说呢 据我所知啊 现在日本 这不是正要跟印度合作 对 干嘛呢 要把这个高铁出口到印度去 哇 这个令人期待了 对 好好造 使劲造 对 那个期待着你们给三哥 多造点更加高级的高铁 把惊喜带给印度人民 仔细想一想 印度侧大陆没事 天还挺热的 对啊 要是能够让他们一边坐着这个高铁 一边洗个澡之类的 我觉得挺好挺好 不错不错不错 我喜欢 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仔细想一想 就有人会觉得 我这是不是在嘲讽人家 我这嘲讽吗 我这嘲讽吗 对吧 说真格的 你比如说咱们中国 现在能造出来这种 在高铁里边 对吧 水循环的瀑布景观吗 有吗 这种高科技 我跟你说绝对领先我国250年 是吧 所以我们要正面看待 人家日本造的高铁 在英国的这个有趣的事情 这是什么 这是日本高铁在欧洲创造的新的奇迹 那就人造车内景观 就是人家的这种工匠精神 就这么厉害 是吧 你看人家那坐个车 还能够附送喜遇 冲枣啊 符合日本的这种喜遇文化 就是让广大的英国乘客 直接领略了什么叫做 混遇的这种感觉 所以 大家正面来解读嘛 对吧 就是 这个日本造的高铁 虽然说这回呢 哗哗哗哗往下淋水 但是呢 挺有趣 是吧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车内瀑布 传统美学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彰显了刚柔并济 有水则灵的 亚洲传统美学的精髓 哎呀 英国的乘客 真的是有福了 不过玩笑归玩笑 我是觉得啊 就是说空调漏水 其实不是小事 不单是一个漏水的事情 它完全有可能导致 车内的这个电气线路 就说 就是设备短路 那就会出更加严重的故障 所以我看英国的这个车啊 停一下吧 要是够那个聪明的话 就干脆别用了 对 不要宁吃日本的草 不吃中国的粮 那中国造高铁 肯定水平更高啊 你何必非要从日本进口这种 对吧 洗浴高铁呢 没必要 没必要